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是不是上年歲一樣四點半開始算嗎 我跟妳講 師父呢 二十四歲就當中國時報的主任當記者 二十四歲 年輕的時候 到了四十歲 四十一歲聞到佛法 看到這個生前呢 年輕的時候呢 很喜歡讀這個數字五經 感覺孔孟呢 孔子孟子呢很偉大 啊 這個經文這個文章啊那麼好 一看到佛法呢 比孔孟還要高明 孔孟呢 孔子孟子呢 他講得隆隆隆隆 沒有系統 啊 只有大學呢 比較有系統 其他呢 嗯 倫理啦 孟子啦 那個都是隆隆隆隆的 那一看到佛法呢 每一本經都重新講到過 他講得很圓滿 嗯 我一看我這個要走的路 已經找到了 所以一頭就栽進去了 一直看佛金 看了六個月 才去鮭魚 鮭魚以後呢 一天就開始上班班 師傅呢還沒 還沒信號 還沒歸於以前 還沒信號以前 喜劇也是很重 一天抽三包煙 一天抽三包煙 一天到晚很喜歡打麻將 很喜歡撞球 很喜歡下棋 民國六十六年 六月三二號去鮭魚 隔天就七月一號了 三包煙就把他戒掉了 麻 麻將就不打了 也不去Slock了 也不去下棋了 只有一月就差 被哪一個人 一個人一百八十字就轉過來 我想呢 這個也可能是叫做結物 不然一天三包煙 你要戒啊實在不容易 一天就把他戒掉 打麻將呢 也不容易改 一天都把他改掉 不良的席氣 一天都把他改掉了 改掉以後 我看呢 我到那邊去看我們那個 服務 燦工那個行事表 他們一天都拜三百拜 我就一天都開始拜三百拜 七月一號起開始三百拜 拜到現在都是三百拜以上 拜到現在都是三百拜以上 我很忙 一天要服務一萬多人 當中我十八的主任去就不好當 很忙很忙 所以我早上三點鐘起來拜佛 三點 這白天你忙你沒有時間啊 就起來拜佛 有空就看佛軍 然後呢 然後呢 請了很多人到那邊去皈依 皈依回來呢 就叫他們拜佛 領導他們拜佛 那時候沒有這個道場 沒有聯社 就 去借那個道場 借人家到他們那個道場 沒有再拜佛 就借他們的道場來拜佛 起初拜了四個八個人 我們帶他們去的都是夫婦 這邊四個男仗 這邊四個女仗 就開始這樣拜拜拜 拜到最後呢 一個大殿容納不下 啊 容納不下 再來 因為容納不下呢 在畢部都有在建這個聯社 這個聯社是我還沒出家以前 就把它建好 那個時候賺了很多錢 那個時候又曉得這個錢要怎麼花啊 啊 啊 不是 自己 自己很勤勤 但是呢 想著這個錢要怎麼花 你看我們人就從這邊馬路 建到後面那個馬路 很大 還沒出家以前就把它建好 建好以後呢 就帶他們用工 當然不是我一個人建的啦 很多聯友花旗 然後很多聯友就來富此 都建了這麼大的島場 然後叫他們打花器 這個淨土花板很簡單 一隻隱形一個木魚一個地窗 就可以了聲鼠了 哈哈 再叫他們 那個時候 這邊五十個拿銀杏 這邊五十個拿木魚 大家敲 大家敲 敲久了都會了 地中就多買幾套 讓他們去學 誰來會了呢 我就去出家了 就讓他們去領導 過了五六個月呢 他們都說 啊那還是你回來好了 就請我回來 是這樣的 所以呢 三百拜 就是最起碼的 你要想辦法抽時間 像我沒有時間 我就晚 早上 三點鐘就起來拜 晚上十一點才睡覺 從那個時候開始就這樣 到現在也是這樣 練我練了三十年 拜了三十年 拜了三十年 很殊勝很殊勝的 不要退轉 風雨不折 有病呢 有一次最想該心情的事 有一次呢 早上三點起來 要上禾堂 拜禾堂 肚子突然痛起來 肚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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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睡在四樓 大 那個河堂在五樓 藥放在一樓 肚子這麼痛 要到一樓去吃藥 不如到五樓去禮喉 不管他 拜我睡看要死不拜 就用爬的 用爬的 爬到河堂去拜 拜到七十多拜呢 就好了 肚子都不痛了 這很不可思議的啦 很不可思議的 所以習慣裡面呢 就是三百拜 不要打指控 不要說沒有時間 找時間 陰邦就陰魂 請你三個 陰邦就陰魂 陰魂就陰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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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教我們花印 往生希望極度世界 是当下往生極度 還是中了往生的陰 等陰魂成熟 才往生極度呢 这个师父昨天就讲了嘛 愚恋既得往生 逐步退转 有没有 主有众生 主有众生 吻既变后 信心欢愉 乃至一粮既心无仰 往生彼国 接着往生 逐步退转 主有众生 吻既变后 信心欢愉 信心欢愉 乃至一粮既心回向一生我国 记得往生 逐步退转 根据这个经文呢 这是现在练一生阿弥陀佛 现在就往生 逐步的世界了 昨天师父都给你们分析了 用因用言来讲 我们这个恋心是没有纪律的 天满是方的 所以又给你们几粒啊 你不相信 你心想眼里也是一粮 想台北也是一粮 想美国一粮 一直对推想太阳一粮 想一粮一粮 想极的世界 还是一粮 为什么都是一粮呢 我们这个恋心的心包太息亮着沙街 身体跟身体有纪律 身体跟东西有纪律 心是没有纪律的 因为没有纪律 你这里练一生 即使世界七八十八公斤 就有我们一粮粮吧 因为我们这一粮心的超越时间 超越时间 所以你想现在也一粮 想早上也一粮 想十年前 一百年前 乃至千年 万年 无数节以来 都是一粮 所以时间都是一粮来讲 我们这里练一生阿弥陀佛 即使世界同时 就开了我们一朵莲花 所以这个叫做记得往生 就不退转 你练一生就大一下 光就亮一分 你练十生大一下 光就亮了十分 叫做一粮想一粮 我练一粮想一粮 有没有 师父昨天都讲了 你们今天就忘了 不要忘 不要忘 这个很重要 下来跟我们一生有密切的关系的经文 都不要忘 大家要记得 吃一粮往生 不是等到一年成熟 因为我们这一粮心 就已经往生了 只是我们的身体还没了 这个月报还没了 我们这一月报了了 那死的呢 这个中阴身呢 就托在莲花上面 阿弥陀一粒一粒一粒 叫做即使世界莲花花生 那个身体呢 叫做无极之身 无极之体 虚无极之心 虚无极之身 无极之体 叫做金刚男老眼神 我们叫做无量光明 无量寿命 无量慈悲 无量愿力 再来 请问师傅 这个讲了 师傅教我们花圆 这个也讲了 这个写得很小 入 若主要恋好一生 做一件好事 回向旧能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那我们何必拜那么多呢 以前做了很多坏事 不好的事 忏悔拜佛 还是可以往生吗 上若可以 所以那人是不是教会得够且够 做了再忏悔就好了 即使他做了一个天大的坏事 如杀人放火呢 一个不相信鬼神的人 如何收复他 有何呢 这温度很深色 如果我们念一生佛 还是做一件好事 让我们教会 这样我们的往生 这是我曾经说的 好 你何必拜那些责呢 那何苦呢 哈哈 一念一生佛 做一件好事的往生 这都是佛的管 十八十九二十一 这个三个愿 这是捷云 第十八愿呢 是念佛往生 这样 正念往生 叫做正因 做善事回向 乃至听到阿弥陀佛 你没有做善事听到阿弥陀佛 想念阿弥陀佛 想要到阿弥陀佛 那你去也可以往生 他人家有九瓶阿 你拜的越多练越多 你就上瓶阿 你总不能 我要下瓶阿 哎 那么不出息的干什么嘛 要上瓶上升 所以我们要多用功 一生没有多久 很快就够气了啦 不用功啊 你要做坏事情 做坏事情 到时候你一年都练不出来 你怎么办呢 所以呢 大家要知道 你呀 善事做得越多 活练得越多 你就上瓶上升 气了 莲花马上开 我们就悟无声 我们就当大菩萨 不然呢 你不用功呢 生在胎生里面就糟糕了 五百年的不见活就糟糕了 做坏事 会往生 那么大家都做坏事都好啦 这个不是这样讲的 他已经做了坏事了 忏悔啦 再做 做再忏悔 忏悔再做 这样会不会往生啊 我给你们讲啊 有一个比喻啦 一个比喻 好像 这个毛坑很臭 很臭 你不小心 倒在毛坑里面啊 一身都是湿湿的 臭的要命 啊 你把这个全身啊 洗干净啊 一五都换啊 香水都喷上去啊 香喷喷的啦 也不是很好嘛 你何必一天大碗呢 跳到那个毛坑里面去呢 你何必呢 我们做坏事情就好像 跳到毛坑里面去 你忏悔呢 就好像你衣服洗啦 身体也洗啦 香水也喷啦 变成另外一个人啦 你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 你何必要 继续再跳到里面去呢 又是臭人呢 啊 我们不要这样子嘛 这样听得懂吗 我们做坏事情 我们以前有的骰子 骰子你知道我骰子吗 那骰子都用两个帮子 这样看着而已 你真正不小心 你踩到头头了 全人去骰子 这让你骰子了 这骰子说你做坏事情了 骰子就无人敢评 你自己也不敢评啊 快点 上月去来 你山口洗洗 你去骰子 骰子 骰子 骰子骰子 骰子骰子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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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骰子骰子rost 骰子骰子骰子 骰子骰子盖 骰子骰子奖 不要只是想要做壞事,想像想,我想要斬变,我一粘就好了,我就不要再粘了,哎呀,很危险很危险,不然就去不主婢啦, 就在你面前要接你也不想下去了,你想要做壞事啊,你想要香燒啊,你想要飄渡,他要香燒啊,我不要去粘啊,我就有粘就好,我就拿去就好了, 既然何不是不来,已经到你面前来了,会给你赞叹了,你以前做过一件扇事,拿香蕉杯滚到垃圾桶里,啊,你说得不良,我要来给你带,你也没想要去啊, 这样你去不成了,我们就走起了,他不是没来啊,你没去啊,懂不懂啊,很危险很危险的啦,还是每天拜每天做扇事比较好啦, 不要做三次,也要不做坏事啦,这样,自我莫做,做三方行,就对了啦,一天就拜火烈了,就不会错了啦,不要想占便宜啊,不要偷懒啦,至于没有信鬼神的人,你给他讲好啊,要如果度他呢,你就最好的拿, 录音带,录音带,或者拿火琴给他看,让他自己去节目,他不看就排到那旁边,他有时候无聊他自己来换一换,哎,不错,他就看了,看了就被火堵了,这种人呢,你怎么讲,他可能都不信你,啊, 啊,你就用别人去读他,就是说,看电视,或者是看火琴,火呢,就无量智慧,啊,你就拿一些火琴,钱的身就扔在那边,火有无量智慧,他晓得他,必不会拿哪一本金他就到,哈哈,也许这样就被他读了, 后来跟你在你家里的人,你就把他种一年,让他练到阿弥陀佛的火候,你做早课晚课的时候, 你做早课,就知道了,哦,这师父教你们很多处了,哦,你们做早课晚课的时候, 家里的人会很强,那会减车很重,啊,都不来信号,啊,你觉得有时候还会阻碍你,啊,你觉得很苦闷,怎么办呢,或者你自己的身体不好,你要做早晚课的时候,你就拿一壶茶出来,啊,晚上, 让烧衣服插出来,把那个盖子打开, 把盖子扒开,把盖子扒开, 然后开始用功。 最少用功一个半钟后, 像我们这里一样一个半钟后, 拜火四十五分钟就有一百五十拜楼, 其他人照火打照。 你用功点半钟后, 你用功一个半钟后, 这一幅茶叫做火茶,叫做巴公德水, 叫做甘露花水,叫做大杯酒水。 那你晚上就没什么人在吃, 早上就把盖子扒开, 你为什么要让人吃这个呢? 听到听,早上就要做造客人, 各个盖子扒开, 同样搅拔开, 同样这样做。 那这股茶就是火茶。 那你就轨了, 轨了, 向后疏忽, 我生生很坏, 就不来信后, 就在外面乱来。 那你不是要搅拔, 到附作, 我小孩如果没办, 都会搅拔, 都会搅拔。 那我肚子疼痛苦, 都跟附作咱拔, 都跟附作咱拔。 那麽不太好 那麽這麽茶給大家吃後會改善幾場 我們先生會來信服 我們小孩會乖 發生病會好 要求求的 那麽米用我們普通的水洗洗的 用這麽茶煮飯 菜用我們普通的水洗洗的切切的 用這麽茶煮菜炒菜 春的給大家吃 三更都用這麽茶煮飯 一麽茶煮飯 一麽茶煮飯 那麽小人說救九十天 救九十天 現在一百天一來救 在這九十天一百天來 活力就慢慢改善化 這個叫做緣 這麽茶叫做緣 那學好的人都只曉得緣 不會用緣 不會用緣 你戀佛圍向給他 只是一個緣而已 沒有緣 這事給人家加持呢 一定要用大杯作水給他喝 或者是呢 衣服拿來 他人不來啊 不來 大杯作水吃不到 也沒有辦法給他加持 那怎麽辦呢 沒有緣啊 只有緣啊 那你要拿他的衣服來 也可以 這就叫做緣 所以呢 要會利用緣 你最練心就是緣 你用功就是緣 最胡茶就是緣 因緣合合你所求的呢 果報就會勝出 你知道嗎 聽到沒有 所以你用這樣 他就叫你倒來 就叫你倒來 再來 墨水睡俗很好睡 但會說夢話 吵到睡在旁邊的集市 覺得非常抱歉 因為我自己不知道 如何改善睡覺入夢境 會說夢話的情景 你要睡覺的時候 你就給佛講 睡覺的時候要練 即使清洗當中生 甚至你心不動亂 然後練 釋迦摩尼有十聲 阿彌陀佛師生 觀世音菩薩師生 大師師菩薩師生 弟子某某 晚上會說夢話 或者你晚上做噩夢 或者晚上睡不著覺 都給佛菩薩講 恭請釋迦摩尼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大師師菩薩 大患光明來射受 所弟子晚上不說夢話 不做噩夢 很好睡 這樣喬 就不會了 給人家觀想 你的房子 你的房間 你的床鋪 你的被子 你的枕頭 都是阿彌陀佛 一定要發雲仙流變化手中 為了要成就弟子的 這個道業 發雲仙流變化手中 這樣觀想 你晚上就很好睡 就不會說夢話 每天都要這樣做 如果有咒語經 隱映後潮水 濕滴不濕滴 錄音帶等 壞掉如何處理 最好不要抄筋 最好不要抄筋 硬的抄筋的 造影全部留起來 壞了呢 就當然把它燒掉都可以了 壞了就把它燒掉 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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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转认知。 千转认知 così, 八一八等了一千八, 久一生等一千生。 有这么好 是不是教你们的。 那个造得很短, 奥南沙、奥南沙、奥南沙、 精化之制的。 我们会有什么人 我们会有什么人 进念之正义 在千转念真经的呢 你念一生就等一千生 拜一拜就等一千八 你不要说 我拜一拜就等一千八 那我拜一拜就好了 那不行的 三百拜还是三百拜的 人就是喜欢占便宜的 参加成天式祝恋团十年 最近如花线 睡不着觉 不久 就有人打电话来通知你 晚上要祝恋哦 这个是更好感应的 不错 每一小时就能拜三百拜 问师傅这不是太快呢 那接的是太快了 你如果很年轻可以的 难道呢 你年轻一百 那你就都拜几百拜嘛 如果是 这个二十分钟 拜一百拜啊 实在很快会传 又是这个天气很热 很传手很怕热 那两桌等三 这样拜 这个快半呢 配合你自己的体力 配合你自己的体力 没有耶稣 但是呢 你要有恭敬心 千诚心 好 书也教你们 啊 恭敬心 敬心 参慰心 有啊 哎 要有这种心 啊 当观想时 所以要观好好 或者观好想都可以 观好好 观好想都可以 要 要如何给家户拣骨 要怎么叫求金啦 求金 你们听到有吗 求骨啦 要怎么求骨 这两四十年八年就会求骨 啊 要怎么求骨呢 你们人很听哦 要听 这大家都会认识的事情 要求骨 桌面都会看一看 民间的求骨都会看一看 因为这 爹不生了 不是只有生了我们一个人 兄弟姊妹很大人 他们都会回来 啊 这求骨呢 要求我们的公呢 我们老婆也很职 求我们的祖呢 要不再职 所以我如职的呢 意见就我如职 所以你不要看一看呢 你一定说不过 所以要去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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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呢 你会跟他说 爹主没有谁人 老婆当时死去 他做三明明 那时候我们都没信服 也不想要念阿弥陀佛 那时候要去求骨 啊 爹主呢 我们都要去念阿弥陀佛 那时候要念阿弥陀佛 就是要念阿弥陀佛 那时候是念阿弥陀佛 那时候 给你念阿弥陀佛 你叫起身 シファクア コア 我現在要替你黏色 剛才起身 替你黏阿彌陀佛 你那裡我黏 這樣說 跟用起身 也要跟他說 也要跟他合作說 一直黏在黏 每天都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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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起身時 你要找光明灑去 光明灑 現在沒甚麼骨開,骨開、哭,你解開光明山。 拿哭、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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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起來,拿到相不美再把它壓這樣。 我們來enden拿到面上,拿到面上,拿著魂名山,拿一些。 後來,突然要把他壓到頭上耳頭上來,蓋這個枕頭。 光明祖真是这样说,比如真阿佛,光明祖真是这样说。 光明祖,如果我们去北方,也要到北方, 窍窍窍窍,也要到窍窍, 它就会换光明,去做到财教世界。 无关于是,几十年,几百年都会, 在内地这样说。 叫好,就会换光明祖,无关于是, 台来还是,净塔,都会换光明祖, 那会换光明祖,就会换光明祖, 请你们老伯给你换光明祖,知道吗? 这些,大家回到,也要处理。 在北方,都会换光明祖, 都会换光明祖,去换光明祖, 以前没出家的时候, 结果一年,53年出家, 所以当年也要北方。 在北方的时候呢, 我都会换光明祖, 那时候没有光明祖,没有的祖, 现在人们都去印度拿回家, 以前没出家, 以前没出家, 我只是一生而已, 我说明祖, 用米也好, 用水也好, 用米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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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几半岛的米, 就变成光明明了。 哎, 现在去看我换, 自己的祖先的, 老伯的, 看我换一换一换, 就换一换一换, 唯一看我换, 换一换, 就换一换, 就在去看我, 光明祖是网生造成的, 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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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在那里, 全都往前记录世界, 全都往前记录世界。 在当年都要怎么做, 出家我就不去北方了, 出家就忘了解了。 我们还有几分钟了, 我们就讲一个故事给你们, 不是故事, 网生的司机给你们听一听。 还有十分钟, 还有十分钟, 他那里, 审视出来, 还有十分钟。 我现在要练的呢, 是树林联社, 台北的树林联社, 也是树林联社, 到那边当智慈, 树林联社呢, 到那个树基寺的岳母, 死的感应树基, 这一篇文章呢, 是她的大女儿, 也就是树太太写出来的, 阿斯底特很客气, 很多很伟妙的地方, 她都没有写出来。 认给你们听好了, 啊, 母亲是个淳朴善良, 而坚强的夫人, 因父亲家族树带乌龙, 所以她必须一间, 挑起田地里, 出种的农业, 一间呢, 还要得背着家庭和主女。 母亲辛劳了一辈子, 从来没有好好休息过, 直到民口94年正月, 感到身体不舒服, 到民口肠庚医院去检查, 发现已是膀胱癌第二期了, 加上癌细胞属于小细胞菌, 扩散特别快速, 在短短不到十个月的休养中, 既往生而脱离痛苦。 母亲原本不喜欢拜佛, 觉得拜佛比仲天还要累。 偶尔也会练一点佛, 但不是很有心。 往生前三个月, 膀胱大量持血, 母亲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一人次, 开始慢慢加强练佛, 往生前两个月的第一天早晨, 母亲睡醒后, 告诉墨雪, 昨晚不管我睡何种姿势, 活好总照着我转。 睡过来就转过来, 睡过去就转过去的。 感觉很强烈, 我笑着回答, 好,恭喜你哦。 有人练佛练了十年、二十年, 都不见得有这种功夫哦。 老妈,你要加油加油哦。 至于母亲练佛练得更勤, 至于母亲练佛练得更勤, 也不喜欢说话, 对时更不像以往那么禁忌。 哦 ! 那么练佛练佛练, 待って bare wear so Own Pile 无法及不便 于是我们顺从母亲的意愿 搬回家中尽量 每一次无法自治的大 因一次呢 因有一次 无法自治大量辞学 不得不住进亚东医院 做进一步的治疗 但母亲年事已高 身体细肉 进不起治疗过程的折成 病花症平传 健康眉眶腰下 此次无法自治 往生前两天 因感染悔癌 而严重疾传 但老人家很坚强 来拿着氧气皱 并且拼命大声炼佛 家人也在病床旁 不断鼓励 老妈不要怕 不要紧张 老爸已经在西方等你了 阿弥陀佛 更把你视为掌上明珠 心甘宝贝 你绝对 会比现在幸福快乐 几千几万几一倍 对哦 你看他的女友这么好 你看 会这样给他开示 阿弥陀佛 十月二十一日 医院发出病委通知 家人 好事把母亲接回家 才刚进家门 一切都还 来不及准备 就是母亲被往生了 开始自念十三个钟头时 忽然发现母亲衣服上有蚂蚁 心甘一看 差点吓坏了 因为至少有四五百只的蚂蚁 趴在母亲身上 立刻把衣服剪开 用面子轻轻地将它们从身上抚开 一方面呢 怕母亲起烦恼 一方面又怕伤害到小众生 众人这四分小心翼翼 刺理完毕 再为母亲放上宽松的衣物 继续练佛 初恋期间 有人有看到母亲一直坐着 跟大家练佛 三面几二地席也都看到火光接云 助练二十六小时后 准备更衣日念 身体柔软的程度 让长期为母亲整骨的四地 静牙地说 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柔软够 仿佛没有骨头似的 没有骨头一样 面相更是庄严 且比往生前更加丰韵 牟学此时也对母亲做了一次简单的劝信 因为她很会开示 她出这套她就学起来了 北部台北县有人往生 祝恋她也都会开示 广其提起正念 念佛至深夜是一点多时 四地看到阿弥陀佛前来接引 从医院到家门口 这个亚东医院啊 亚东医院离他们的家里啊 不足五六公里啦 很远很远的啦 因为亚东医院是在半桥 他们的家是在这个树林啊 像是半桥啦 这五公里不止啦 从树地看到阿弥陀佛前来接引 从医院到家门口的路上 接铺满金沙 黄金为帝啦 母亲先向阿弥陀佛问信 再将手打开 做事穿海青 四地不是纯佛教徒 不知道海青的穿法 也不懂母亲的意思 注意力呢 又遇到阿弥陀佛的法觉上 好奇想看看佛头的头顶 却怎么也看不到 四地呢 充满灵厚的站起来 离开座位去请教喜基斯 喜基斯是他的姐夫啦 为何看不到佛的头顶 喜基斯告诉他 这是佛的三十二项之一 无间顶像 你我都是反乎 怎么能看得到呢 四地呢 不死心 坐下来 继续 专心念佛 刚刚的那一梦 又重新出现在眼前 这次呢 他顺着佛儿 佛的耳朵 佛的旁边的法觉 一节一节呢 往上爬 感到自己呢 已经爬了很久很久了 爬得很高很高了 应该是比台北市101大楼还要高 但呢 乃看不到佛的头顶 当下呢 他就恍然大悟啊 啊 难怪孙悟空逃不出佛的手掌心 也相信这就是所谓的无间顶像 你看 书胜不书胜啊 火葬也满后 四地一子 处于极悲痛的心情 因为神教传说 仍有三条魂 三条灵魂 死后一条会去西方 一条留在骨灰 一条呢 附着牌位 所以呢 他相信骨灰中的母亲的灵魂 一定很痛苦很痛苦 母亲 当天晚上呢 当天晚上呢 就出现在书地的梦里 对他说 没有这回事啦 我在西方很幸福很快乐呢 你要多练火 我可以破解这辈子的桃花结 如果买房子 如果买房子碰到行杀 只要一句火号 就不会有问题了 你跟你 你跟你 你跟你大姐说 不要练火练到不休息 他已经不错了 不要那么拼命 因为他们练到天亮 他们呢 经常练到天亮 晚上不睡觉 我到树林呢 联社呢 打这个金金和鱼呢 都是练到天亮 他们晚上都不像 我们联社也是练到天亮 他们也是练到天亮 他说 啊 身体 不要那么拼命 要多照顾身体 醒来后 书地的心情 后来 开朗 隔天呢 进塔时 十分高兴地 和我们分享这个梦 母亲生前 和邻居阿婆的感情十分要好 每每 阿婆回忆起以前的往事 说着说着呢 眼泪就流出来 不禁的就流出来 农历过年前呢 前几天 母亲半夜三点 那都把阿婆 由梦中叫醒 告诉阿婆 你不要常为了我往生而哭 现在的我 很快和 台湾话给你真看我 很快乐 很幸福 我真看我 我真幸福 你要替我高兴才对 还是那一句话 要把身体照顾好 多念和 阿婆 阿婆转告我随时 苦笑着说 你 你妈 看到我笑咪咪 但是我呢 还是哭啼啼 他看我笑咪咪 我去哭咪咪 我去哭咪咪 我去工作缓忙 没有太多时间陪在母亲身边 每天想到就会哭 农历三月中旬 三妹一梦中 见到母亲很悠闲地 一 琴雪 二在一朵大 一朵很大很大的年花中 四周是比大陆桂林 杨树山 杨树山水 更庄严万一倍的西方境 还有无量无边的亲近大海照 真是壮观极乐 冒险猜想母亲 大概是舍不得这个傻女儿常常哭红嘴言 所以呢 视线都特别详细 好让三妹呢 能够释怀 不要再愧疚遗憾了 这样好不好 如果这个国语啊 讲得不好 练得结结巴巴的 他这个母亲呢 和牛不报 我一个月到台北一趟 他病重的时候呢 他的女儿呢 带我到亚东医院去把他加持 加持了以后呢 过了一个月他就死了 死了呢 刚好我又到台北去 又是第四个礼拜 每个月第四个礼拜去 又是第四个礼拜 他要带我到他灵犬 就把他开释 那里面写得很含蓄啦 也很多很重要的没有写出来 嗯 他家里面他的四弟是最不幸福的 他妈妈呢就很担心 他死了呢 他的后世呢 可能会受到阻碍 不会用火法 用这个火法呢 可能他会阻碍 结果呢 这个火人很慈悲 让他看到 用火作做导致呢 噢 就在头盆看他背 看他背 看他背 看这五正顶像 看他看不到 比一百零一层的大楼更高 台北一百零一层的大楼 比一百零一层的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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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 有这些人 你背到庭边也看不到 背到第二个大楼也看不到 以后哪有两个小季呢 我们火人哪里可以看得到呢 他们这个烧梅呢 就会他们这个万章 第四圈这就是万章 噢 比一百人都更精神了 噢 别人去睡 他说你都去睡我念就可以了 噢 你就是那 两百零一层都念我天空了 我又精神了 这により窯arden 眼封igne 眼封都熟弄的 眼封率 上一层七零 rån 女由不跟老婆讲 每天跳 对老婆知道 子上去世界 axial яжra清聚重严 分辨 看老婆接已经很大楼 也就問他 姐 tud 人火是最大楼 我听予阻尼法师说 我们联会讲大历400公里 以后我们妈妈节日 我们说500公里 怎么也没有人拍手啊 说妈妈在一堆历 不止300公里 你看我大历 你看黄金为地 对医院跟他们家 都统统黄金为地 所以说这境界很殊胜 我们就讲到这里 祝主要欢喜充满阿弥陀佛 晚上我们就不拜 那个48拜了 已经太晚了 好了我们来回诗 阿弥陀佛啦 我是你的地主哦 我是你的地主 我很健英哦 你如果怕死也都说我的名字 不要紧 我还有鬼啊哦 我是你的地主哦 我是你 我都在念阿弥陀佛了 我都在念阿弥陀佛了 我都在拜你阿弥陀佛了 告诉我如果要有名 我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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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拜佛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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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佛念佛念佛 行佛山道 向佛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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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地 我非常高興 得来到这世界 我至宅 我以死之 心无疲惑 我都没有疲惑 我要死的都没有疲惑 我要坐在死 还是坐在死都没关系 不要我疲惑 不要我灵地人 我一定是子 心无疲惑 心不谈论 心无疲惑 意义在三顶 你若找一天来帮我帮 我找一天看我 你若找一点钟来帮我接 我又减一点钟的痛苦 你若找一分钟来帮我帮 我找一分钟改团 我很欢迎来到你极乐世界 我很欢迎来到你极乐世界 要借我相片的金链灰 要借我相片的金链灰 要赴你阿弥陀的江湖 要赴你阿弥陀的江湖 要赴十方的重生 你赴十方的重生 阿弥陀的江湖 要赴十方的重生 阿弥陀的江湖 要赴十方的重生 好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阿弥陀佛 阿弥陀的江湖 阿弥陀的江湖